零基础快速论文高质量日语教程 收藏必备 想学习日语同学别再走弯路了 只要你认真听完这节课 轻松告别零基础 不信 接着往下看 嗨嗨 大家好 我是小丽 那么最近小丽老师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很多同学跟我聊天的时候 用日语的时候啊 他们就不会去注意一个男女用词的一个差异呢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就会说了 老师在日语中还有什么男女用词的差异吗 那么小丽老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吗 是有的 有的哦 想不到吧 那么今天就跟着小丽老师我先来看一下 日语中的这些男女差异的用词 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的话呢 读做一个 如果说是林志术同学呢 可以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最上面的最排字母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在日语中叫做罗马音 也是日语中的国际音标 其实它大部分的话跟我们中文的一个拼读规律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去拼读就好了 你不要觉得它很难啊 其实有嘴就行好吧 嗯 那么第一个字的话呢 读做一个哦 这个字的话读做一个哦 读做一个哦 北方同学千万不要读成了一个哦哦 千万不要读成了一个哦 对不对 一个是哦 对吧 一个是哦 一个是哦 哦 有区别的哈 有区别的哈 然后第二个字的话呢 虽然这里有个啊的音 但是它并不读成一个 对不对 小刘老师今天教你们一个妙招啊 就是说 你们如果是在罗马音中看到这个啊的音的话 你们直接去读成一个 就直接读成一个就好了 那它连在一起读的话呢 就是一个哦 就是一个哦 那么现在你们可以告诉老师 诶老师 这个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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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哦 小刘老师给你们整个胡啊 大家会发现 诶 会打出一个 啊 字 对不对 会打出一个 啊 字啊 啊 这个字的话会给人一种 就比较粗俗啊 粗鲁的一种情况 就不是显得那么文字彬彬咯 或者说是那么文雅咯 对不对 那么这个暗字的话呢 这个哦 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男性使用的 男性用语 并不是说女性啊 可以去使用的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跟我们中文中 其实很像 其实大家会发现 哦 这个字啊 经常会被翻译组 翻译成什么 像是那个 本大爷啊 老子啊 它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区分这种词 是女孩子 不可以去使用的 所以它不易反正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一个女孩子对你说 啊 老娘 对吧 这种感觉 那你会不会觉得 她是一种性格很强 很难接触的一个人吗 对不对 啊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那好 我们来看见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第二个字 那么这第二个字的话呢 读做一个 啊 他 西 啊 他 西 啊 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在这个 西 这个上面啊 大家会发现 老师在这里打这个罗马音的话呢 是打做一个 S 对不对 但是说 如果按照我们拼读规律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读做一个 斯 斯 啊 但是 它并不读做一个 斯哦 它是读做一个 西 西瓜的西 像是天热了 我们都要吃一些 西瓜 大西瓜 对不对 读做一个西 读做一个西 嗯 啊 tashi 啊 tashi 那么这个 啊 tashi的话 它和那个 ore是相反的 ore 它是男人的使用 老师刚刚说的 对不对 啊 那 啊 tashi的话呢 一般来说都是 女性专门去 使用的一个词 就是男生是不会用的了 啊 啊 tashi 啊 我们在使用这种不同区分的时候 就会展现出你一个 可能是不同的性格 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性别 都是有可能的 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使用啊 那学完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理解同学呢 可以敲一个 啊 可以敲一个 啊 是吧 可能学完以后 可能有同学会说 哎 老师 怎么这么麻烦呢 什么 atashi ore 就没有一个简单易懂是吧 又简单又好记 还通用的东西吗 啊 是吧 那这个多麻烦呢 又要去记一个atashi 又要去记一个ore 是不是 哎 那么 既然你们都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么小李老师我也只好 传授给你们了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三个词啊 这个单词的话呢 是非常玩的 哦 啊 这个单词读作一个 watashi 啊 watashi 大家要注意哦 这里老师开始是不是说过 这个s啊 这个s 它并不读成这个s 而是读成一个si 读成一个si 读成一个watashi 啊 如果说是你这里 你我说了两遍了 你还读错了 那你等一下 记得来我的办公室 好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watashi 对不对 watashi 啊 这个的话 不管说是你是 啊 老的少的 男的女的 它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使用的 就是 男女老受接疑吧 可以说是 就是不管 就是你是条狗 你都可以用watashi 真的 是条狗都能说好吧 只要 只要那条狗会说话 真的 所以说 watashi的话是一个 绝对是万能的用词 但是它有个弊端是什么 它会让你的一个人物性格 并没有那么的一个丰满 我们开始说过 ore 它给人一种 呃 印象会比较显得粗辱啊 对吧 没有那么文质文雅啊 对不对 那肯定是有那些 比较文质文雅的一些 呃 自称的那些表达嘛 在我们古时候啊 有什么 有什么在下呀 小生啊 对吧 很多很多这种自称 所以说是 不同的自称 会给你 啊 树立一个不同的形象 也会展现你的 一个人物性格 所以说 当你使用watashi的时候 这些比较鲜明的东西 他们会看的 没有那么清楚 能解老师这个意思吗 嗯 好 是不是 那么 我们今天刚刚分别说了哪些东西 我们刚刚是不是分别说了一个 呃 男性自称 俺 啊 一个女性自称 atashi 还有一个男女同用的 watashi 对不对 这日语自称 自称的话 其实是很多种的 日语自称可能有三十多种吧 如果说是有兴趣同学的话呢 可以去 百度一下 嗯 可以去了解一下 但是很多自称的话 他们其实现在没有使用那么频繁了 使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是watashi boku atashi ore watashi 像这种的 是在鲜语的那种场合中会使用的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一共是讲了三个 对不对 啊 还有包括 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啊 他们特别喜欢去看动漫 去学习一个日语 其实我觉得 就包括 其实我前几年的课上也有讲过 嗯 你通过日漫去培养一个 你对日语的一个兴趣 其实是非常very good的 啊 很棒的一个想法 啊 啊 我们培养兴趣固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说是你 一味的去模仿的话 你很多需要注意的点 啊 可能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课就要结束咯 啊 如果说是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说是什么补充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哦 有商讨论啊 soriya mata ne